工作期間受到主管言語騷擾 當事人妮妮回想當時 心中依舊感到不舒服 不只職場有性別歧視 現實感情世界中 也發生許多強迫事件 造成難以挽回的遺憾 過度追求本身 可能構成所謂的跟踪騷擾行為 它就是一個犯罪的行為 因為這個法的施行 大家開始有這樣的一個 觀念的建立 追求另一半也要考慮對方感受 否則可能違反跟踪騷擾防治法 去年6月新法上路 警方供受理2724件跟騷案件 其中家暴和一般跟騷占大多數 多以通訊和尾隨騷擾為主 經過警察開出書面告誡後 超過8成的加害人 會減少騷擾行為 如果是跟踪騷擾單純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我們是232件 占所有單純的單純是63 那可見的 這樣的一個跟踪騷擾行為的情形 在社會上已經是一個 不可不思的問題 對於被害者來講 有時候要去停止加害人的行為 才是他最期待的目標 而因為沒有這個治療的動作 有可能加害者還是依然顧我 那這個對於雙方來講都是雙輸 我們也覺得希望法院能夠 在合法保護令的部分的速度 能夠加快 跟踪騷擾防治法是行滿週年 明定跟踪騷擾行為構成要件 減少類似案件發生 但保護令合法時間過長 以及加害人精神鑑定費用申請 都還有改善空間 需要適時修正 提供被害人全面保護 記者邱世民太別博動